9月9号由高雄市政府发给各医院及卫生所明确写下 本公告应接受预防接种人员 若有禁忌症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施打疫苗者 应于6月20号以前检据相关诊断证明 到时候还未施打 一传染病防治法第36条及第70条财罚 储新台币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罚还 指挥中心说 这疫苗是可以自由选择医院施打的 那你怎么会是用这种强制性的方法呢 如果我只是因为想要打其他的一个厂牌 等比较久的话 这个算拒绝吗 这个叫阻碍吗 我们觉得你这样是变相恐 这个变相恐惧 我们一定要施打你们所提出来的 这个疫苗 公文一出引来医护反弹 护士工会喊不公平 因为确实有部分医护考量副作用或特殊体质 暂时不打AZ疫苗 难道这样就违法得被开罚 高雄市府赶紧回应 目前没有要罚 是不是要开罚 那我们讲这是一个 让当中央去做一个同意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目前是不开罚 医院里面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地方 也容不得有任何的防疫破口 也要拜托所有的医院 能够在这个疫苗的施打这个部分 务必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目标 市长都亲自拜托把高风险场域危险降到最低 遏止院内感染 虽然防疫时期有非常做法 但搬出罚则要医护施打 难免引人非议 才能小游家专会期待不到